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分析餐飲行業有兩大指標需要留意 分別是翻桌率以及銀均消費 近年,越來越多內地知名餐飲品牌 來香港上市 好像火鍋界龍球、海底撈 和泰爾酸菜宇的母公司狗毛狗 翻桌率是分析餐飲股的主要營運指標 翻桌率是指餐廳每一張桌服務了多少鑽食客 以業界的標準來看 在午市和晚市 翻桌率有四至五次 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有理想的翻桌率 都要配合人均消費有增長 才算是旺丁又旺財 以海底撈為例 總結而言,分析餐飲股 我們要留意餐廳的分析 和平均消費的增長 這兩項數據越高 反映公司的營運能力越強勁